大聯盟牆頭打筆修友一現身 兩隻手上拿了六瓶水 一旁工作人員連忙接過 24號一早打筆修友在日本攻旗 持續備戰經典賽 熱身過程中 打筆修友一派輕鬆 TVBS採訪團隊現場直擊 日本國家隊訓練 一旁還有強打山川穗高 朝鏡頭揮手現飛穩 日本隊將在25號26號兩天 壯形式合 屆時確定由佐佐莫朗希 以及山本遊聲先發 現在有很多球隊 都在宮崎這邊集訓 日本武士隊在這個週末 也要跟福岡軟銀 來進行兩場的比賽 而在幾天之前 福岡軟銀也在這邊 跟古巴隊進行交手 完成了整個熱身賽 棒球場周邊店家 都貼出國家隊LOGO 一方面迎接國手到來 二方面也凝聚民眾的向心力 鏡頭焦點轉回台灣 第一批外國選手 24號下午順利抵台 紅色閃電古巴 這次跟中華隊同屬A組 抵台選手包括 中日龍終結者Martinez 投手Rawriguez 以及Alvarez 球迷早早就到機場二行下手後 今年經典賽是古巴隊史 首度有現役大聯盟球員參賽 據瞭解他們將在3月3號抵台 至於先到台灣的球員 從26號開始 將與中職球隊打熱身賽 中華隊也做好準備 可以近距離禽搜 觀察對手 TVBS新聞崔仲群 藍漁民林志偉 日本宮崎採訪報導